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所讲的信息是 劳乱天下的真理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 保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被称为一个 劳乱天下的真理 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保罗 常常是被人称为劳乱的人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被人逼迫 如果你看到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章 十七章的时候 几乎每一章都能够看到 这个保罗被人逼迫 所以在十三章的时候 在比西迪的安提阿的时候 那个时候保罗传福音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 有名望的人 尊贵的妇人都相信他 但是有一些人就挑唆 来逼迫保罗和巴拿巴 后来他逃了 后来到以歌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面 当保罗讲王到之后 那个城里的人他分为两党 有一些人是随从犹太人的 有一些人是随从保罗的 到了十四章 在路斯德的时候更有意思了 路斯德的时候保罗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 所以这些人就过来拜保罗 甚至拿花圈过来献 他认为保罗是个神 但是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犹太人过来的时候 就挑唆 以至于 这个时候那些人怎么样 用石头把保罗 以为保罗拖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并且以为保罗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了菲律比的时候也是 有很多人怎么样 捉拿保罗 甚至把保罗放在监狱里面 而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 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在帖撒伦家 在匹里亚的时候 在这里面都有保罗 受到逼迫的神迹 一些事情 在这里面我想说的是 保罗真的是 就像那些逼迫人 他的人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饶乱天下的人 但是今天对我们而言 这个饶乱天下 不是贬义的 保罗的饶乱天下 他不是制造社会的混乱 他不是闹革命 他不是来动刀兵 这个饶乱天下 更是指一种影响力 而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可能会带来不安 可能带来某些人的不习惯 或者某些人的抵制和反对 甚至冲突 但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一定会带来建设的 建设性的 一定会美好的 为什么保罗会成为一个 饶乱天下的人呢 实在于保罗他执着真理 而这个真理 就是饶乱天下的真理 我今天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题目 就是饶乱天下的真理 首先第一个方面 这个真理是本人圣经 他要成名 要说明的是 耶稣基督时而复活 所以贴撒罗尼加呢 罗尼加是一个 马其顿省的一个重要的海港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 当他到了贴撒罗尼加的时候呢 保罗就照着他 数长的规矩 先到哪里呢 就犹太人的会谈 并且圣经告诉我们 一连三个安时日呢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所以这个贴撒罗尼加呢 他是马其顿的首府 那这个城里面呢 他有罗马大道 逛窗整个城 所以他的商业呢 是非常发达的 那这是一个 马其顿省里面 是一个最为繁荣的城市 但是呢 在圣经当中 我们知道 当保罗进入这里的时候 他就开始 照着他过去的习惯 就开始传福音 首先让我们看到是 他是本着圣经和他辩论 这个本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于圣经 就是说依据 或者依据于圣经 而这里的圣经 就是指旧约的圣经 也就是说 保罗是在承认 旧约圣经权威的前提下 以圣经来证明 耶稣基督是基督 那接下来的圣经 我们看到第四节的 第三节的时候 他是要讲明 讲解 承明耶稣基督怎么样 必须受害 并且呢 从死里复活 当他讲了这样的一个 之后呢 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保罗的信息的主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旧约的圣经里面 早早已经预告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 因为犹太人一直在等待弥赛亚 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 旧约圣经里的弥赛亚 已经来临了 并且旧约圣经的弥赛亚 他已经受死了 被你们被钉在石架上 但是呢 这个耶稣基督 他复活了 所以呢 耶稣基督 他的一生 正是应验了 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些预言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呢 就是基督 这个耶稣 就是弥赛亚 所以这是保罗信息的重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啊 保罗和彼得 他们在使徒形状里的 每一次的讲道 就是要证明 耶稣是基督 每一次的讲道 就要证明这个耶稣基督 这位你们一直所盼望的 美赛亚 现在已经被钉在石架上了 当时他复活了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的真理 一直是保罗或者是使徒们 他床脚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今天这个圣经对保罗来说 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 是弥赛亚 耶稣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基督 那圣经作为一个真理的一个载体 他告诉我们 他具有绝对性的权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想到的圣经是什么呢 有人说 圣经是讲跟科学有对立的 那有些人圣经说 那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科学道理 那我想说的是呢 其实圣经不包括所有的知识 但是圣经里面 一定包括上帝能够想让我们 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说是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性的书 虽然在圣经当中的歧视真理 它不会和真实的科学事实 就是大自然的那些规律 客观的规律那些事实 不会发生矛盾的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性的书 虽然圣经就像科学之父 科学方法之父 培根所说的 培根怎么说的呢 他说有两本书做我的人生指囊 以免我误入歧途 第一本书就是上帝所歧视的这本圣经 第二本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 但是我想说的是 科学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虽然有很多的科学家 他每一天在阅读圣经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就像牛顿一样 他所写的圣经的注释是多得不得了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性的书 圣经也不是一本文学性的书 虽然圣经里面包含了叙述文 议论文 也包含了诗歌 启示文学等等 不同的文学体材 虽然圣经里面的一些书卷 被称为拥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文学性的书 虽然圣经是西方文学里面 取字不解 用字不解的一个泉源 是西方创作的一种灵魂来源 就像有人说的一样 如果没有圣经的话 你一定看不到莎斯比亚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 你一定看不到土耳泰 看不到托斯托耶夫斯基 如果没有圣经的话 你一定看不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文学的书 圣经也不是单纯的 历史人物状 或者讲耶稣的 虽然就于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祖先的一个历史 也记载着亚伯拉哈摩西大卫等等人的事迹 而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更看到记载着使徒保罗 和耶稣的门徒 和耶稣他自己的人物状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 仅仅是一本历史书 虽然从考古学的兴起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考古学一起来的时候 那些很多反对圣经的人高兴得不得了 他终于可以能够证明圣经的不真实了 但是后来的考古学越来越多的发明 越来越多的一些证据 更证明圣经所记载的是准确的 但是圣经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书 圣经也不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教科书 虽然圣经里面 记载着十节为基础的道德律 还有耶稣基督伟大的登山宝训 他带给世界的道德文明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圣经不是道德的书 虽然我们都知道 大学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 我常常说过第一所大学是什么大学 巴黎大学 是1200年的时候开始 它开始就是学习法律 学习医学 学习神学的 大家知道哈佛大学对不对 你知道哈佛大学 它建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哈佛大学的建学的一个目的就是 它说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牧师的下一代没有知识 所以我们建立哈佛大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时圣经不是关于道德教育的书 那圣经也不是一个应用的考试答案 或者一个武功秘籍 或者是那个寻宝图一样 我想说的是 圣经它不会给你一个功利性的 或者成功的一个秘籍 或者给你来算命来的 圣经是什么呢 圣经是一本关于救恩的一本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圣经没有为人生所有的问题提供所有的答案 但是圣经会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是一个真正拥有价值的人 有尊业的人 因为我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 圣经也让我们知道认识我的本相 原来我在祖先记着十足亚当堕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在我们类型当中 有无法想象的肮脏 有无法想象的黑暗 圣经里面也让我们更知道 原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救赎 神猜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代里面 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受难 并且为我们复活 他升天了 所以圣经是关于一本救恩的书 因为借着这个救恩 圣经会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人生知道 我现在知道 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 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所以我知道我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我知道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应当做什么 我不应当做什么 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所以在听母台后书的第三章 十五至十七节 基督徒都很熟悉的 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 这圣经使你们应信基督耶稣有怎么样 得救的智慧 并且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赌折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着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上市 今天我想说的是 圣经是真理的载体 是我们信仰 与生活的最高的权威 而保罗所传递的 就是基于圣经的要求所传递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这是我所说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想说的是 真理是需要零售 并且是理性查考 勇于实践 我们现在看到第十节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圣经 你看到第十节 第十一节里面 所看到保罗 后来在这个贴萨罗尼加 当他受到逼迫的时候 他后来就夜里 就打发保罗和希腊 就怎么样 夜里就逃跑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就逃到这个匹里亚 当他到了匹里亚的时候 保罗继续地在会堂里面传福音 所以你知道保罗真的是非常勇敢 刚刚被一个城市里面 被驱赶出去 但是当他到了夜里面逃走了 你想想到夜里逃走 是什么样的滋味吗 夜里面逃走了 后来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又开始怎么样 开始去传福音 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 当时第十一节会告诉我们 这个匹里亚这些人呢 他是邪于撒加利亚的 贴萨罗尼加的人 并且这些人是怎么样 甘心灵受这道 天天查考圣经 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在这里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当保罗来到匹里亚 传福音的时候 他发现这里的人怎么样 比贴萨罗尼加的人要好 他呢比较对保罗的真理 所传的真理有很好的反应 他就领受 但是我告诉你 领受不等于真正的相信 他领受了他有没有怀疑 他有怀疑 所以他就甘心开始怎么样 去领受 并且圣经所告诉我们 他们就天天查考这个圣经 他查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他要用自己的理性 不是你告诉我我就要接受的 你告诉我之后我愿意去听 但是我听了之后我愿意仔细去查考 到底你所讲的是不是真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基本上是一个用公勇的态度 以及严谨的一个心去读经的一群人 他们带着一颗接受的心 但是他又带着批判的探究 所以你看这些人的思想很自由的 他不会被偏见所舒服的 他对保罗所传的真理 他不只用耳朵去听 而且用心去查考 而查考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就信了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就是圣经是经得起 人用理性去查考的 圣经是经得起 你用你的逻辑 你用你的归纳去查考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人怎么样 天天查考圣经 不仅仅是在安息日的时候 查考圣经 圣经所告诉我们 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的 而一个人能够去零售福音 一个人能够去理性 去分析福音 并且能够接受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话 那这个人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实践真理的人 虽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好像看不出来 那这些人有没有实践真理 但是在后面的《使徒行传》 第二十章的第四节里面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保罗 后来跟着保罗去传福音的 那这个人就是利比亚的人 他叫索巴特 是一个匹利亚的人 所以他们有些人 就是要实践真理的 今天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 圣经作为我们一个真理的载体 我们要认真去读圣经 我不知道你对圣经 有没有去很多的时间去查考 我想说圣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去读的一本圣经 虽然我知道现在的娱乐节目 越来越多了 我们看的电视剧也是越来越多了 虽然我们现在受到一种 四九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年轻人 我们不大愿意去看书了 但是呢 当然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了 比如说现在在年轻人聚会当中 以前是弟兄姐妹 有圣经的打开圣经 现在是请弟兄姐妹 打开iPad 打开你的iPhone 如果有圣经的话 请你打开圣经 现在我相信 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 你不仅仅有圣经 而且有各样榜本的圣经 不仅仅有各样榜本的圣经 甚至有各样榜本的 一些试经方面的 一些诗 都可以在一个店 一个电话里面 一个iPhone里面 或者一个里面 都有的 也就是说 在理论上说 现在资讯是很丰富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忽略了 让我们常常用理性 去考考圣经 另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不仅考考圣经 我们必须要坚持 坚持圣经的严肃性 不要忽略 圣经当中 关于那个救恩的 核心的真理 说实话 一般人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也一样 很多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上帝给我能够 心理上得平安 或者说 上帝给我能够 在身体上得到医治 特别是 如果我们有生病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很想能够 来到教会里面 上帝给我们祝福 对不对 那对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 知识分子来说 他说基督教能够给我们 带来一些自由民族 或者道德方面的教导 现在中国是信仰缺失 所以道德败坏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信仰 而圣经是最好的一个载体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对一个真正基督徒来说 我们接受圣理的真理 不是在于 圣经能够给我们带来 文学上 或者道德上 或者在法治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 某一些的一个帮助 或者祝福 不是的 圣经更告诉我们 更让我们承认 我们是个罪人 让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把基督教 当成一个最先进的文化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 但是我们更需要相信 最大的祝福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这样的核心真理 所以我们不仅仅领受这个核心真理 所以基督门徒们 我们需要去实践 我们所信的 所以常常说 信道是从怎么样 听道而来的 这是雅各书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主题 所以明年我们教母同工 我们会在每个礼拜天会讲雅各书 那雅各书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单单去听道 我们却不行道的话 有什么益处呢 就像好像什么 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 你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黑暗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脸上有脏的时候 你把它擦了才对 你照往镜子拍拍屁股走了 完了之后你就忘记了 所以你脸上的黑暗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 你的怎么样 这个照镜子就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正常的 一个好的 一个理想的 一个基督徒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每一天 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在其他的六天当中 你要在你的生活 你在你的职场里面 在你的学校当中 你实践礼拜天所教导的 完了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天的时候再回来 再领受神的话语 再在其他的六天里面 去实践上帝的话语 这是最理想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 这个我看到一个报道 前段时候我看到一个报道 他说在罗马尼亚 有一个犯人 他呢在2005年 那是2005年发生的事情 7月份呢 他因为受贿罪 就被判刑了 被判处了这个 20年的时间 但是他抱怨 他说上帝对他不公平 所以呢在2006年的时候 他向地方法院提出控告 控告上帝 完了他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知道吗 我出生的时候呢 就在教会里面受洗了 在受洗的过程里面 就意味着 我与上帝 你立一个约了 在约里面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会让我们信了 你受洗的时候 你就会让我过上 一个快乐的生活 现在呢 我要被关在监狱里面了 所以我要靠你 去控告你 后来那个地方法院 后来发布一个判决书 他说 因为无法获知 上帝的家庭住址 所以呢无法 传达这个法院的意见 所以这个被驳毁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信仰不是因为你 信了他之后 因为在他里面 能够得到祝福 不是的 所以在圣经当中 他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一些真理 他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很多 关于救恩的真理 但是在圣经里面 同样 他会告诉我们 有很多我们应当要做的 所以在威斯米斯特的要论问答里面 是告诉我们 他说圣经到底是什么 他有个答案非常好 圣经是所告诉我们 我们当性的真理 我们应当向神 神要我们所当性的真理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人应当向上帝 所当尽的本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圣经不仅仅让我们认识这个 耶稣并他定实价的核心真理 圣经也让我们 应该让我们人生 对这样的核心真理 做出我们在道德 在行为上 以及在侍奉方面的回应 这是圣经 所以圣经是什么 圣经 它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仅仅领受 而且我们不仅仅要 有严肃的心态去查考 我们并且怎么样 去实践圣经的真理 所以这个劳乱天下的真理 是让我们去实践的 第三我想说的是 圣经影响很大 它是触及到 冲击到不同的阶层的人 所以我们在圣经的第四字 第九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四节 所以当保罗说 我所传与你们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的时候 第四节怎么说的呢 他说他们中间 有一些人听了劝 就服从保罗和希腊 并且这些人当中 有前进的希腊人 还有尊贵的妇人也不少 什么是前进的希腊人呢 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当中 就会 因为他的犹太人 他是相信独一神的 那希腊是多神论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一些希腊人呢 他是愿意去接受 相信犹太人的神 相信旧约的神 所以这些人呢 被称为什么样 敬虔的外邦人 另外一些人是什么呢 是尊贵的这个妇女 那这个尊贵的妇女的意思就是 女性的上流人士的人 或者说是上流人士的妻子 她的先生或者她自己 很有社会地位的 是一个贵族 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所以这些人怎么样 都是零售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 不仅仅如此 我们看到后来呢 第十二节里面 也看到 当他在皮里亚的时候 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相信的 有希腊尊贵的妇人 并且怎么样 男子也不少 也就是说 不仅仅有妇人 有尊贵的妇人去相信 而且尊贵的男子也有很多 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 零售保罗这个 劳乱是天下的一个真理的人 他有很富贵的人 他有些是很有知识的人 但是呢 他也有平常的犹太人 而且不仅仅如此 福音对那些市井上的匪类 也产生影响 怎么说的呢 我告诉你 劳乱天下就意味着有好的 对不对 有不好的 那一个信息 一传递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接受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是接受的人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怎么样 是不接受的 那不接受的人 所以说明 他对于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呀 是有感觉的 他的回应是什么 我不接受的感觉 我反感的感觉 我反对的 这些人当中有哪些人呢 我们看圣经里面 第五节里面就看到 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说明犹下人怎么样 中间有一些人不信的 他们心里就嫉妒 所以就遭拒了一些 世经匪类 完了大祸成群 完了之后 耸动合成的人 你发现反对保罗的人 多得不得了 合成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怎么样 都有反对的 所以他们呢 具体就闯入这个 耶稣的家 因为保罗可能 住在耶稣的家里面 所以去闯入他的时候 找不到的时候 他就说 那饶让天下的爷 来到这里来了 这个耶稣呢 就收留了他们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些不信的犹太人 他是因为心里怎么样 嫉妒 所以就遭聚了这些 世经匪类 并且呢 搭祸成群 甚至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 耸动合成的人 而且呢 把他带到哪里去 地方光那里去 地方光这个词呢 就是一个行政长官 类似于市长这个词 这个词呢 除了圣经的文谢以外呢 其他的文谢里面 都没有词的 后来等到考古学 发泄的时候 后来在当地的 最近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所发泄的 他说其实在那个时候 那个考古学里面 他是在一个 那个名碑上 那个碑文上 看到这一个词 他就也是说明 保禄家所记得的 历史的准确性 他为什么要带到 这个地方光面前 他要借助怎么样 政治的力量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宗教的话 啊 你像这个保罗 他所闯脚的是米赛亚 你知道吗 我们犹太人 一直在泡完米赛亚 他竟然说 米赛亚已经来临了 我告诉你 这种控告 没有力量的 所以当他把他带到 这个地方光那里去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劳乱天下的人 并且这些人怎么样 都违背凯撒的命令 说有另外一个王 叫耶稣 所以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就有政治罪 来控告他 你知道犹太人一般情况啊 他是对于这个凯撒 不尊敬的 因为凯撒常常说自己是主 那犹太人说 不是我们相信 我们上帝是主 所以呢 这些犹太人很反感凯撒的 但是竟然他竟然为凯撒说法 你看他说 这些人都是违背凯撒的命令的 是为了什么 说明这些人非常的阴险 他只是用宗教的 用政治的名义来控告保罗 耶稣也是这样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保罗也是这样被控告的 所以无论如何 你就会看到真理 在事件上一定会带来一些冲击的 而这个冲击就可能被称为 劳乱天下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这种的冲击 也在表示着保罗所传福音的 一种属天性 在理论上 当世界的真理 越来越相对的时候 当世界的真理 越来越多元的时候 当世界的道德 越来越世俗的时候 道德越来越败坏的时候 我告诉你 基督教的独一审论 耶稣基督时而复活的真理 并且由此所带来的正统的伦理道德 一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冲击的 我告诉你 现在是越来越多元 大家说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对不对 好我想请问大家 耶稣的皮肤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耶稣的皮肤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很简单 他是哪里人啊 犹太人 犹太人是什么颜色的 他应该皮肤是怎么样 犹太人是什么颜色的 但是有些人说不是的 所以亚洲人 白中人会说 对耶稣是皮肤的 我们也承认 对不对 但是那些亚洲人说 不是应该耶稣是黄皮肤的 黑中人说的 不是耶稣应该是怎么样 黑皮肤的 我告诉你 一些女权主义者 在纽约有这样 女权主义的教会 他上面挂了个石架 里面的耶稣是女的 那现在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 写毕业 写那个论文 他说耶稣可能是个gay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发现这是 这个时代的一个真理 是做到很大 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说基督徒 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 而承受某一些的压力 甚至某一些的逼迫 我们不要感到一些 一些惊讶意外 相反的 如果教会 如果基督徒对于 社会一些败坏的一些主张 保持一致的话 我们认为这很和谐的话 这才可怕呢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 在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他是跟那个约翰 卫斯里一起同道的 有个叫怀特菲的一个人 他有一篇讲章 讲章的题目就是 逼迫 每一个基督徒的疯 你知道吗 当我们说 耶稣是唯一的真理的时候 可能会伤害一大片的人 我们以前讲的 在中国作为床道人 在讲台上讲到 可能会 可能会 听说在中国 有一些城市的 三字的一些教会 他的讲章 都需要经过这个 宗教局来批准的 但是后来发现 现在发现 美国也可能发生 这样的事情 这个上一个月 在休斯顿有个市长 这个女市长公开承认 自己是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 他要推动一个法案 叫做休斯顿平权法案 或者俗称叫 御事法案 这个措施就准许 所有的人按照 自己所认同的性别 去使用公共洗手间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认为自己是男的 你就去男的洗手间 你认为自己是女的 就去女的洗手间 你知道 大家要推动的时候 肯定教会也会反对 一些牧师在讲台上 肯定会讲的 完了之后 这个女市长 尽量让市的检察官 向五位牧师 发出床当 要求审查他们讲到的内容 讲章要求怎么样 还有要求他们 那个言论的一个内容 就要求他们拿着讲章 所以原来在美国中牧师 还要可能会被要求拿讲章 去让他们给参议审查的 后来肯定的全国人都很反对 所以你知道 他说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他说市长办公室 这个全国人就纷纷 响应这个市长的要求 把讲到的内容和圣经 纷纷寄到市长办公室里面 他说一天就收到好几千本圣经 并且当地的教会 要在12月的2号 在一个教会里面举行一个 知识无为牧师的一个大集会 但是后来在之前呢 就是10月的29号 完了他就撤回 这个市长他们就撤回 要有关 就是这个床票 就撤回床票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时代 但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的 但是圣经也会让我们知道 这段经文会让我们知道 其实福音的真理 是足够面对一切的文化 基督徒应该有爱 应该有包容 但是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真理 相反你相不相信 你越是坚持真理 你越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福音所面对的人当中 有各种各类的人 有尊贵的福人 有希腊人 有犹太人 后来你知道看到接下来的圣经 接下来保罗在哪里 保罗就在雅典传福音 保罗跟斯多亚 以比古罗的那些哲学家们 辩论什么的话 这说明什么 说明真理是可以面对不同的文化 可以进入不同的人群当中 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人 他可以接受到真理 一个很有知识的人 他也可以接受到真理 一个贫穷的人 他能够接受真理 一个富贵的人 他也能够贫穷真理 也能够接受真理 一个犹太人能够接受圣经的真理 一个非犹太人 外邦人 他也会 也能够接受这个真理 这说明 这个真理 基督教的真理 他有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虽然你看到的圣经 在几千年历史过程里面 是一直好像别人觉得很排他的 因为他所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 唯一的救恩 当时你知道吗 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一直一直有人接受 一直在延续着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哎呀 现在同性恋 我们该怎么办 婚姻合法化 现在越来欧洲 基本都差不多 同性恋 婚姻合法了 现在美国有很多的州 开始合法了 我们就想着怎么办 我常常说的 这是很正常的 可能以后都会承认的 你知道吗 在古罗马的时候 那时候的同性恋 是很正常的 对于很多人来讲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上帝会借着 借着这个圣经 在历史里面 他一直保持着 他的纯真 他的纯真 而会让更多人 越来越尊重 他产生 越来越大的一个影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请你相信 在多元的世界当中 耶和华作者为王 请你相信 在相对真理的世俗 冲击下 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 这是保罗所传递的 你能够看到保罗 每一当他要传递 这个真理的时候 犹太人会弄石头打他 但是他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怎么样 继续传讲 十二复活的真理 所以我最感动的 就是在那个 路斯德的时候 他被打到 打到什么呀 别人以为他死了 完了他起来了 你想的一个人 用石头被打死 他应该很挣扎的起来 对不对 哇 那个应该先疗伤 完了他怎么做 圣经里面说很简单 他又回城里去了 或者先闭一下 先去其他一个地方 按照我们中国人说 哎呀 我们智慧一点 我们灵巧一点 但是保罗不是 他重新又回去了 因为他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因为他知道 我所讲的是 根据这本圣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基本上 保罗是一个 劳乱天下的人 因为他在传地 传扬 劳乱天下的真理 所以今天 持守真理的教会 要成为一个 劳乱天下的教会 对不起 我所说的 劳乱天下的意思就是 影响力 如果一个教会 对家庭伦理 社会关系 对城市生活 对社会的风气 对国家的发展 如果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话 那么这个教会 一定会沦落为 可有可无的 宗教社团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正面的影响力 可能会带来 某些人的不安 正面的影响力 可能会带来 某些人的不习惯 他们的不赞成 他们的抵制 甚至他们的逼迫 但是教会的历史 会告诉我们 耶和华上帝 在历史里面 作作为王 你能够想想 以前圣经 所传递的真理 对这个时代 所带来多大的影响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徒们 你要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你不要觉得 你讲的都对 这样会带来影响力 不见得 我来说 你不要说 任何的光点 你觉得都对 这个就成为 好好先生 你认为 这样会带来影响 你不见得 相反的 你执着 你所相信的真理 并且你能够坚守 你所相信的真理 你一定会带来 别人的尊重 和影响 李文斯敦 是一个 牢乱乱天下的人 他去非洲 去传福音 他怎么说的呢 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 主啊 你可以拆请我到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 愿与我同行 他说 主啊 你可以把任何的档子 放在我的身上 只要你愿意支持我 他说 主啊 你可以切断我与世界 任何的关系 只要你与我链接 戴德生是一个 饶乱天下的人 他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一百多年前 给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带来多大的影响 他有一句祷告词 大家都很熟悉的 他说 我若有千磅英精 我可以怎么样 中国全数支去 如果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 不给中国 后来他说了一句 不 不是为中国 是为基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看到 最近现在在中国 现在也越来越开了 开放了 有一些 包括你看 以前我们一听的 有个毛泽东 写过一篇文章 叫别了这个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我们的评价都是很负面的 但是现在 司徒雷登 关于他的一个研究 关于他的一个正面的 在中国的一些 一些学术里面 或者一些文章当中 我们越来越多地看见 包括一些 一些宣教式的 一些书籍 在中国也可以 越来越出 越多地出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教对中国 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戈培里 也是一个 牢狂天下的人 大家知道 美国人的牧师 他被美国人 称为最有影响力的 一个基督徒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上帝能够 特别怜悯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牢狂天下的基督徒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Amen 让我们持守真理 让我们实践真理 让我们床扬真理 所以求上帝 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我们一起做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主我们承认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所灵受的 做我们所面对的 有很多的挑战 当我们看见 好莱坞电影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些 越来越世俗的一些 电视剧的时候 做我们明律的道德 观念越来越麻木掉了 我们对身边的一些 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对身边的伤害 越来越不敏感了 主啊 甚至我们对你的真理 我们也越来越妥协了 恳切求你能够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成为一个 温和的基督徒 但是有原则的基督徒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一些道德上 让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 更让我们对你 话语的真理上执着 你与我们同在 虽然有些时候 我们看起来 好像形势很糟糕 但是主要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作者为王 你在美国 作者为王 你在中国 作者为王 你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 作者为王 虽然看起来 欧洲的教会好像很衰弱 但是主要求你能够 让我们相信 你在欧洲 作者为王 因为我很知道 有很多的一些 虔诚 尽虔的 一个有影响的基督徒 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无论在科学界 无论在文学界 或者在其他的 法律的领域里面 或者在一个商业的领域里面 他们一直在持守着真理 持守着你所教导的真理 他们持守着 耶稣基督 使而复活的真理 所以求你能够保守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 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 并且不断地激励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第一 我们身边的人 带来祝福 带来正面的影响 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有我们 因为有我们这些基督徒 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那些我们所接触的人 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因为有我们 让我们所接触的人 他们的道德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行为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价值观 不再那么世俗 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朋友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或者他们还没有信你 或者他们还没有信 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助 求你能够让这份福音的好处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使他们得到祝福 也同样 在他们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 求你能够让他们接受 如果还没有接受的时候 也求你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